美國第118屆國會開議 首要任務就是要選出聯邦眾議院議長 儘管共和黨掌握多數的席次 但是共和黨領袖麥卡錫參選議長之路 卻是接連勢力 主要因為黨內極右翼的杯葛 共和黨領袖麥卡錫接連三輪 未能接替民主黨籍的前議長 裴洛西所需要的218票多數票 這也是一個世紀以來 眾議院首次未能在首輪投票產出一張